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我们所亲爱的家人们确诊的这个消息 那么请大家特别为我们北印的宣教士 这个培元跟Helen这个家庭来祷告 这个培元跟这个Helen 还有他的儿子都确诊 而且他的儿子呢 昨天今天是礼拜四 昨天礼拜三呢 甚至发烧到高烧到41.7度 非常的危急 所以就紧急送到这个星光医院去 所以现在在住院当中 感谢主很有恩典 神给他有一个单人房的这个房间 让虽然这个慧兰在那里陪伴他 也能够有好的休息 所以请大家继续为着这个家庭来祷告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培元的这个阿嬷 这个刚过世 下个礼拜是他的安息礼拜 爸爸前天才做这个骨髓移植的手术 那么现在又这么多人确诊 请大家在祷告当中迫切的为他们祈求神 带领这个家庭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困难 好 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好 我们来看哈巴古书三章 十七到十九节 好 请从校帮我来读一下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叶尔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叶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 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 这个哈巴古先知 提到当时在他的国家里面 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这个大概是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 最悲惨的一个情况 好 弟兄姊妹 我们对这个经文非常熟悉 我们都特别是在面对 很艰难的环境 好像四面楚歌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这段经文 但是兄姊妹这段经文呢 非常的鼓励我们 因为他接下来说什么呢 然而我要因叶尔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兄姊妹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 最困难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喜乐 我们在面对这个环境这么艰难的当中 很困难的就是我们能够 仍然保有我们的这个喜乐 但是这个先知却说 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 不但如此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弟兄姊妹 在苦难当中 能够不抱怨 能够不灰心已经不容易了 能够靠足喜乐也很不容易了 但是这个先知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仍然要稳行在高处 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希望我们基督徒 不管环境如何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侍奉 都要稳行在高处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不但要因救我的神喜乐 还要使我们的灵性继续稳行在高处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感谢主 我觉得裴远跟慧兰很不容易 这个是慧兰在他的IG里面发出来的 他们到了那个急诊室的时候 他说没关系来 还有什么 通通来一起来 全都来 虽然面对无花果树不发旺 感染树不效力 卷宗觉得阳棚内没有牛 但是呢 我仍然要靠主喜乐 我仍然要问行在高处 所以弟兄姊妹 你现在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你觉得你仍然稳行在高处吗 弟兄姊妹我盼望借着这个信息 我们彼此来勉励好不好 我们怎么样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 弟兄姊妹魔鬼 就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 让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对上帝的渴慕追求 还有包括我们的服饰 本来我们在没有疫情的当中 可能我们有很好的 一对一的守望 我们也会去传福音 但是呢 魔鬼就是有一个诡计 就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 在环境艰难的当中 就让我们停顿 然后让我们不稳 然后让我们退后 弟兄姊妹 我真的觉得 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的确非常容易上了魔鬼的当 我们灵修就停顿了 我们聚会也停了 我们侍奉也停了 我们传福音也停了 或者就退后了 求主帮助我们 不受环境的影响 继续的 稳行在高处 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 我自己也是一样啊 弟兄姊妹 我也觉得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真的很容易 就变得很懒散 因为好像 很聚会都不用去教会聚会了 也没办法去 去小组聚会了 也就没有办法出门了 所以大家就 就变得越来越懒散 所以我也跟主说 主不行 一定要继续 稳行在高处 我就怎么做呢 我就逼自己 多讲几篇道 弟兄姊妹 你其实本来六月份 这个我没有那么多讲道的 我甚至六月份 因为在排的时候 有一些状况 我六月份是没有讲道的 但是呢 我在祷告里面 按着我的肉体 我觉得太好了 这个月应该是我 非常舒服的 这个日子 但是我说说不行 主啊 我要继续前进 在疫情的当中 我要继续前进 所以我就主动跟季宣讲说 多排我几次讲道 所以我就六月份 有五月份 还有六月份 都多排了几次的讲道 所以弟兄姊妹 祝福大家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的灵性都能够 稳行在高处 好弟兄姊妹 稳行在高处 其实它代表的是 我们的灵性要 有几种情况 不管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侍奉 一方面要行 就是要前进 我们要不断的 走在这个天路的上面 要每一天都在成长 不但每一天要成长呢 还要稳 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 会走 会成长 但是他常常又不大稳定 这个常常就是起起伏伏 有的呢 不但要行 要稳 还要什么 高 所以呢 你不能稳行在低处 我们还要稳行在高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今天要借着这个信息 跟大家提三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灵性 要行 要稳 要高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灵性要行 弟兄姊妹 这个哈巴谷先知 他说什么呢 他不但是往前走 而且他说什么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弟兄姊妹 我们要 不但是要走 有的人走是散步的走 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 从信耶稣开始 就是走得很慢 慢慢走 跟在逛夜市一样 跟在逛街一样慢慢走 不 这里面提到说 我们的脚 要快如母鹿的体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不只是希望我们的灵性跟侍奉 是前进的 而且要快跑跟随主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你都能够从你刚信主 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都是快跑来跟随主 求主帮助我们 我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跟日本的宣教士 靖雅跟佩宇雅 我们到了屏东 临边去参观一个 他们要去那里分享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去 我们有机会就去参观一个陵园 这个叫阮室陵园 如果你上网可以查得到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 日本时代建筑的一个陵园 那么这个陵园的主人 就是这个中间这一位 我们都叫他阿狗 他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参观这个陵园 其实这个陵园是不开放的 它是一个私人的陵园 很漂亮很有特色 为什么我们会去呢 因为这个阿狗 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本来只是去参观 后来刚好遇到他 就有机会听他分享他 得救的见证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充满活力 他就提到他为什么信主呢 你们可以想象 他能够买一个这么大的陵园 因为他们家非常有钱 他是一个大生意人 然后他呢 拜得非常厉害 他拜土地公 他说每一次到那个 这个拜拜的时候 他就叫他的员工 开车 载一车的这个金子 就到屏东各个土地公庙 去烧金子烧香这样子 然后呢 有一年 他的经济就突然遇到很大的风暴 这个生意快要垮掉了 所以他就想怎么办呢 所以就你们知道人越是遇到困难 就越求神问谱吗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师傅来 那个师傅来帮他看一下 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土地公没在你家 就是土地公没有在你家 他说真的哦 所以就请他做法 做法以后 他说来来来 土地公已经请到你家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土地公没够力 所以我帮你做一下 所以他就这样子点一下 要帮那个土地公 助他一臂之力 这个阿哥说 他突然整个人醒悟过来 他就想 神明还要我们人跟他 做一下来帮助他 那这个还是什么神明吗 所以他从那一天开始 决定放弃民间信仰 然后他刚好他的大女儿是基督徒 他就立刻打电话 给他的大女儿说 我这个礼拜天就跟你去教会 所以他你知道吗 他从那一天 那一个主日开始 每一个礼拜都去认真的 敬拜上帝 然后都穿得非常漂亮 然后都坐在第一排 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 哇我就很佩服这个长辈 这个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 诗篇119篇32节说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这个诗人说 主啊当你开广我的心 好像上帝开广那个阿狗的心 让他突然醒悟过来 他真的就往上帝的这个道上 这个追求上帝的这个道上直奔 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条数天的道路 我们都要用跑的 我们的脚要快如母路的体 我们真的圣经里面讲到说 债前要债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 你可以跑的 甚至比你更早信耶稣的人 跑得更快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快保 跑如母路的体的基督徒 好那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快保来跟随主呢 哈巴谷先知说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所以是上帝让我们的脚 快如母路的体 好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快跑跟随主呢 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很多人有环境的限制 那我个人觉得 我们在追求主的道路上面 性格也是我们很大的限制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性格学 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性格 也会让我们常常奔这条天路的时候 不大稳定 譬如说我讲我自己是第六型的人 你们如果上过的九行人格学 就知道不健康的第六型 最不健康的第六型 叫做以忧虑代替行动 就是他的行动力出不来 他整天都在头脑里面在那边烦恼 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你就是这样 明明上帝已经感动 你要读事奉训练学校 那你就整天在那边烦恼 哎呦去了 哇礼拜六礼拜天都不能休息 会不会怎么样啊 哎呦我这个功课写不出来怎么办 哎呦我这个传福音没有 没有办法带人信主怎么办 哎呦我去读事奉学校 我的家人会不会反对啊 所以整天都在那边烦恼 这个就限制了你快跑跟随主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的这个区长叫你说 哎你要不要来担任小组长 担任实习小组长 你要不要开始在 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些侍奉 也是一样 我们的性格就让我们 一直在那边 哎呀我做不好怎么办 还有呢 明明你也很想去短宣 但是呢 你就一直常常在想 哎呀钱怎么办 哎呀我能不能适应那个地方的生活 哎呀老板会不会愿意让我请假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 就会被我们的性格限制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快跑跟随主 所以我常常跟第六行人说 第六行要怎么样才能够成长的 就要跟上帝借胆 所以我在讲第六行的时候 我说第六行人有一个动物 就是 其实第六行有两个动物 一个是鹿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豹 所以这两个都是可以跑得很快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突破我们性格的难处 第六行的人也可以跑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都会有环境的限制 我们都会有性格的限制 我们就跟主讲说 主啊是的你给我力量 我要给你借胆 我要给你借力 让我能够快跑跟随你 弟兄姊妹你们很多人都听过 我为什么会开始写书呢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书了 但是就上帝鼓励我 上帝跟我讲说我给你一个恩赐 就是你能够用很轻松很简单的方式 让人明白真理 所以我就开始写九行 轻松学九行 之后你看 我真的快跑如母路的题啊 很像豹一样 我现在写了三十一本书了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我们按照我们的天然人的性格 或者我们的环境 我们不大容易快如母路的题 但是上帝可以给我们力量 上帝可以给我们胆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求主给我们力量 求主给我们胆量 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主 弟兄姊妹我要再次说 魔鬼借着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他就是要让你不要跑了 停顿啊 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停顿啊 所以因为这个很多聚会都不行啊 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停顿啊 侍奉也停顿啊 爱心弟兄姊妹彼此关心也停顿啊 甚至有很多弟兄姊妹奉献也停顿了啦 因为没有安全感 这个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我看我还是多为自己存一点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个信息 就是要你跟魔鬼来宣告说 不 你不能让我停顿 你不能让我这个受到影响 我要继续靠着主的力量 快跑来前进 我觉得非常感恩 弟兄姊妹我们 我以我们教会为荣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啊 我们反而彼此的关系会更好 我们陆陆续续有弟兄姊妹确诊 所以我们就去关心他 那么彼此的关系更连结 甚至我们爱心的奉献也更多了 我们甚至有目到有看到我们去 去关心这些 这个得到疫情的人 确诊的人 他们也愿意把钱奉献出来 然后感谢主我们的福音工作 不就是在这个时候最能够开展开来吗 所以感谢主我刚刚才去 这个我们五谷里的 这个云法俱乐部 因为我们有人送了一些物资 端午节到了 那包括有这个我的儿子 他奉献了一批贝果 那么要去给一些弱势的人 等一下我们会 我们的同工会有不少的同工 要去发给这些弱势的人 弟兄姊妹感谢主 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不但不停顿 我们还要继续的快跑如母路的体育 不管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管是我们彼此的关系 不管是我们爱心的行动 我们的福音工作 都要快跑来跟随主 还有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在疫情的期间 你的追求更不能停顿 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已经算是聚会 越来越少 其实目的就是要让你 你要学会自己去追求 所以我在前不久介绍大家要来 看我这本书 从实界看伦理 不晓得弟兄姊妹看过没有 我写了那么多本书 你看过几本呢 鼓励你抓住机会 好好的继续的 在追求主的上面 事情上也不要停顿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行 第二个呢就是要稳 就是我们不但要快跑跟随主 而且我们要稳定跟随主 弟兄姊妹我们圣经里面 耶稣讲到说有四种土 第二种土就是听了神的道 立刻欢喜快乐领受 但是呢遇到困难 就冷淡退后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跑 而且要长跑 要稳定的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也跟性格也会有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的性格 是属于三分钟热度的 求主让你跟你跟主说 主我的灵性不但要行 而且要稳稳的向前走 那稳呢 稳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习惯 你就会稳定了嘛 弟兄姊妹你们当中会不会有人 这个忘记刷牙 应该不会 是吧 你再忙你都不会忘记刷牙 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习惯 像我 我是习惯睡前要刷牙的人 所以没有刷牙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件什么事情 对不对 弟兄姊妹我们 什么样的事情 你才能够稳定继续做 就是要把它建立成一种习惯 比如说灵修鼓励的兄姊妹要不要趁疫情期间建立好灵修的习惯呢 你看但以理 但以理就是一个非常有好的属灵习惯的人 你知道吗 尼布贾尼撒王规定不可以 不可以拜那个自己的自己国家的神 但是他一日三次照样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树长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 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你照样一天 不管一次也要两次也要 祷告感谢与树长一样 我们聚会也要变成一种习惯 圣经里面 西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警告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向那些停止惯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你要继续维持你的小组的聚会 主日我们现在是小组跟主日一起病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祷告会 你都要继续的持守 我鼓励大家也要持守家庭祭坛 弟兄姊妹我在讲这篇到的时候 神就光照我 我们家的家庭祭坛也停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又恢复 我说我们不行 我们要继续有家庭的祭坛 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你们知道好的习惯要养成很不容易 破坏其实很简单 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 还要建立奉献的习惯 比如说十分之一奉献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你不要觉得 我这个月薪水多一点 我就十一奉献 这个月不多就不奉献 你这样子很容易就不稳定 还有要建立侍奉的习惯 特别要建立去守望的习惯 我们教会讲到守望要删定 确定对象固定去做 然后稳定去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守望变成不稳定 所以保罗常常劝勉信徒要恒心遵守主的道 所以这个恒心就是指稳稳的去做 稳定的去做 我再次说魔鬼呢 就是要借着环境让我们很不稳定 但是我也很感恩 我听到有一些牧区在分享说 他们在疫情期间 反而那些不稳定聚会的 反而稳定聚会了 不稳定聚会了 反而开始聚会了 那么很多的家庭也开始建立 稳定的相聚的时间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一样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要试透魔鬼的诡计 我们要跟魔鬼说 不我要在疫情的期间 我要建立更多美好的 属灵的这个习惯 好最后我要讲 不但要行 不但要稳 还要高 我说我们不要稳行在低处 所以我们什么都是浅浅的 都是点到为止 不我们要稳行在高处 我们要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的灵修要稳 要行而且要高 就是你不要只是每一天都有灵修 但是变成只是小和尚念经 这个变成只是一个固定的习惯而已 你不但要建立灵修的习惯 而且你要跟主祷告说 主我每一次灵修都要更认识你 我每一次灵修都要生命都要改变 都要碰到主 碰得到主 好还有呢你的奉献也要越来越高 弟兄姊妹 你不但是有余的时候奉献 艰难的时候也要奉献 还有呢你不但是十分之一奉献 你还要超越十分之一奉献 是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都不能只停留在十一奉献的 而且呢你不但是为自己的教会奉献 我们还要为宣教来奉献 所以你的奉献也要越来越高 还有呢你跟家人的关系也要越来越高 好所以你跟家人呢不是只是花时间在一起 然后也不是只有固定的时间在一起 好我们要让每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都变成一个精心的时刻都要变成一个祭坛 好所以要常常跟你我们的家人是一起追求 好家人一起祷告寻求主 好还有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守望的服事也要越来越高 好就是我们的守望不是只是稳定守望 每一次就是跟他吃吃饭聊聊天 好讲一讲啊这个话就好了 好我们希望每一次的守望我们都能够提升对方的生命 都能够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好所以我们的守望的服事也要越来越高 好所以听说我再次说 魔鬼想要借着环境 让我们越来越这个我们的灵性也好 我们的侍奉也好都越来越往下掉 好越来越弱越来越低越来越冷淡退后 好但是我们要宣告 疫情不但不能使我们停顿 不但不能摇动我们 不但不能让我们退后 我们宣告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神要使我们不管是灵性不管是侍奉 不管是奉献 我们都要稳行在高处 不但是快保跟随主 而且是很稳定的 而且是不断的不断的越来越提升 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疫情的期间 靠着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 稳行在高处 阿们